我排出電影也不開心 我排出電影也不開心 往往在搞悲劇或正劇的時候 你就要找當中有沒有一些 可以令觀眾放鬆的地方 令到他們透氣 可以令到他們放鬆 可能我用這種手法 就是會令到觀眾看的時候 不用真的全部逼得很緊 很悲或者很大的壓力去看電影 如果你是 即是等於我們做壞人的時候 我還要想他有哪些地方是好的 有些地方好的 你可以稍為讓觀眾放鬆一下 或者做一個好人 你就要看他有哪些地方不太好 令到那個角色都有些立體感 其實演喜劇和悲劇是各有難處 大家都有大家困難的地方 但如果你說真真應應一定要我說 喜劇難還是悲劇難呢 似乎對我來說 似乎對我來說 我便覺得喜劇是難的 那個的那些地方 就是你生氣人笑 就難過令人感動流淚 令人感動流淚 有一些很悲的事發生的時候 你很自然的那種感動 或者那種傷感的情緒 就會令你流淚 但是令人笑 如果你的笑話 或者你那句台詞的幽默感 你觸拿不到 無論在意義方面 或者在節奏方面 你觸拿得不好的時候 差一點點 觀眾便不笑 這是很有趣的 所以在這一點來說 我便覺得喜劇 是稍為難過悲劇一點 出出戲我都這麼開心 無論是排悲劇、排喜劇 只要是劇本好 主要是劇本好 如果劇本好 你排悲劇、喜劇、鬧劇、正劇 你都一樣是這麼開心 因為從戲劇當中 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可以在思維方面 可以令到劇本 令你可以學到很多人生裏面 或者你自己本身的人生裏面 你是碰不到的東西 你遇不到的事 或者你遇不到的對白 你都會在排戲當中 你會感受到 那些就是你排戲的樂趣 我還有很多事想做 還有很多事想做 有很多戲是我想搞的 我還有一個心願 是很想把本港 或者是中國的文化 把它編寫成劇本 來到去 在香港演出 或者回去內地演出 或者向國外的地方演出 是令到中國的文化 能夠更加宣揚開去 關於這方面 當然我有很多想法 比如說我想搞一個孫中山的音樂劇 當然要很大的資本 才能搞得到 未必可以立即搞成事實 例如說我很想把四大美人 編寫成為一個劇本 四個美人一起在一個劇本裏面出現 他們的變化和他們的心態 都可以帶給我們一種新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當然還有很多可以寫的 文天祥我亦都想寫這個劇本 將他這種靈氣宣揚中國的文化 我希望我還有時間可以慢慢去搞這件事 希望可以在做得到